辰法 负责 我们来到罪论的关于 《惩罚的本质与目的》 这一段 惩罚这个字 英文是Punish Punishment 来自拉丁文的Pina P-O-E-N-A 就是惩罚 或者是Expiation 赎罪 或者是痛苦 这个字是指因为做错事 而引致的苦难 更细的定义就是 因为是颁布律法者 直接或者间接所施的苦难 为了要彰显 或者维护他的公义 而他的公义就是因为 人违背他的律法 所抵出的 惩罚源自神的公义 或者说神的惩罚性的公义 Punitive Justice 借着这个公义 神维持他自己是那位圣者 所以神必然的要求 所有他所创造的灵魂 要圣洁公义 所谓创造的灵魂就是天使和人 惩罚就是因为罪人的罪的缘故 是必然的自然的 人所配受的 英文这个字是Due Due这个字就是人配受的 应受的 这个字有一点公义的意思 To each man his due 这个是从阿奎拿到清教徒 伦理学里面都讲的 Due就是他应有的 应分的 惩罚就是 罪人因为犯罪的缘故 应分必然所当受的 事实上 就是一个要还的债 要还给上帝 他本性中的公义 罪的惩罚有两种 一种是罪的必然的后果 因为罪本质上 就是导致神和人的分离 带来的是罪孽和玷污 或者是败坏 使人的心充满着恐惧和羞恥 那这个是一种 都是罪所带来的 必然的后果 但是还有第二种的 的惩罚 是从人以外 由这位至高的 颁部律法者 就是神 所施加在人的身上的惩罚 比方说 在今生各种的患难 和在来生的地狱的惩罚 那现在问题是 罪的惩罚 它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方面呢 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不应该看 罪的惩罚是 好像上帝在那里 报复 因为有人伤害了他 所以他受到伤害 他要去 报复 伤害别人 不是的 所以 关于惩罚的目的呢 至少 有三种 第一 是维护 我的高举 神的公义 第二 是改革 罪人 第三 是阻止人 不犯罪 我们来看 第一 维护 上帝的公义 Turiton 十七世纪的 欧洲的改革中的 系统神学家 说 假如上帝 有公义 这个属性的话 那么罪 必有应得 就是 惩罚 这个应得 就是Due 这个字 神的律法 规定 要求 犯罪 必然受惩罚 因为 罪本身的 这个Dmerit 本身的 缺乏意 他本身的恶 不论 还有其他什么的考虑 就是说 因为罪是罪 所以 应受惩罚 不论还有什么 其他的考虑 这个 这个原则呢 不论在 人间的法律 或者上帝的律法 都是有效的 公义 就 必然要求 犯罪犯法的受罚 因为在 律法的背后 是上帝 因此 我们也可以说 惩罚 就是 惩罚的目的 就是维护 那位伟大的 般不律法者的 公义 和圣洁 上帝的圣洁 必然 对罪 做出回应的 而这个回应 就在 惩罚方面 彰显出来 这个回应就是 愤怒 这个原则呢 是在 这么多经文上 讲到 上帝是 公义的法官 背后的 基本的原则 上帝呢 是会按照 每个人的行为 来报应的 圣明记 三十二章 四节 他是磐石 他的作为 完全 他所行的 无不公平 是诚实 无畏的 神 又公义 又正直 所以呢 上帝呢 肯定呢 不会 做恶的 岳伯记 三十四章 十到十一节 所以你们 明里的人 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致行恶 全能指 者断不致 作孽 他必照 按人所做的 报应人 使个人 照所行的 得报 诗篇 六十二篇 十二节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 个人所行的 报应 你看这个报应 公义跟慈爱 是连在一起来讲的 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三十七 求你叫我转眼 不看虚假 又叫我在你的 道中生活 耶利米九章 二十四 夸口的 却因他有聪明 认识我是耶和华 又知道我喜悦 在世上 施行 实爱 公平 公义 以此夸口 这是耶和华说的 彼得前书 一章十七节 你们既称 不偏大人 按个人行为 审判人的 主 为父 就当存 经为的心 度你们在 世 寄居的日子 这里讲的是 维护神的公义 神的公义 神的圣洁 必然 要审判罪 要惩罚的 当然 对信他的人 惩罚就倾倒在耶稣基督身上 由他来承担 第二 改革 罪人 在二十世纪初 伯格夫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说 现在 这个 时代 很多人认为 上帝并没有这种 惩罚性的公义 就必定要 惩罚罪人的 上帝并没有 向罪人发怒 上帝乃是爱他的 他只不过把一些的难处 加在罪人的身上 好叫能够重新得到他 把他带回到 他的天父的家里 那这里呢 到了我们二十一世纪 就是伯格夫写书之后的七十年 你就看到 当代的福音派 特别受到心理学 或者人本主义的影响 就是上帝恨恶罪 但是上帝爱罪人 这个呢 是不符合圣经的 不符合圣经的 上帝恨罪人 上帝恨 作恶的人 所以当人进到基督里的时候 上帝就开始爱他所本来恨恶的人 这个加尔文的说法 好 所以呢 伯格夫说到 他说 当代呢 就是一九三十年代呢 就已经有很多人说 上帝不会惩罚人的 上帝爱罪人嘛 只是要把他领回到他的面前而已 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观点 因为呢 这个把惩罚与管教 chastisement之间的区别呢 消灭掉了 罪的惩罚 不是来自 般不律法者的爱和怜悯 乃是来自他的公义 假如 有了惩罚之后 又加上改革 就是人啊 生命改变 这个不是因为惩罚 乃是因为上帝 某一种恩典的工作 让这个罪人啊 他里面什么邪恶的 转回一个对他有好处的 就是说 假如 罪人啊 得到惩罚之后 他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那是因为上帝 他开恩 然后呢 本来不好的东西 像吸毒啊 吸酒啊 后来就变成他 一个生命改变的 一个途径 不过 管教和惩罚 必须要区分 圣经教导我们一方面呢 上帝爱他的子民 他必定管教他们的 很多的经文 约伯基五章十七节 上帝所诚挚的人 是有福的 所以你不可轻看 全能者的管教 四篇六篇第一节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 耶和华九十四篇十二节 你所管教 用律法所教训的人 是有福的 四篇一百一十八篇十八 耶和华虽严严地惩罚我 却未曾将我交于死亡 这个原文呢是管教 我们中文翻成惩罚 确实 真言三章十一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以赛亚二十六 耶和华 他们在急难中寻求你 你的惩罚 英文是管教 临到他们身上 他们就轻心吐胆 祷告你 然后呢 希伯来说十二章五到八节 是很熟的经文 你们又忘了 劝你如同劝儿子的话 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管教 第六节 主所爱的他必 管教 管教 第八节 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 启示录三章十九节 凡我所疼爱的 我就责备管教他 所以你们要发热心 也要悔改 上帝爱他的子民 管教他的子民 另外一方面 上帝恨恶作恶者 惩罚 作恶者 诗篇 第五篇 第五节 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 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 上帝哪里说上帝爱罪人 上帝恨恶罪人 七篇十一 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 天天向恶人发怒 上帝 轻到他的愤怒在作恶人的身上 拿红书一章二节 耶和华是忌邪 施暴的神 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 向他的敌人施暴 向他的仇敌怀怒 罗马书一章十八节是很熟的 上帝的愤怒 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一的人身上 罗马书二章五到六 你竟然认真你 这个是第四节 第五节是 他必造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贴后一章六节 神是公义的 就必将患难 报应 加给 那些 加患难给你们的人 西文来书十章二十六 二十七 我们 唯有 占据 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 众敌人的烈火 上帝是恨恶 惩罚 作恶者的 不但如此 假如 一种的惩罚 是能够达到 改革人的生活 的这个目的的话 这个惩罚 必定是公义的 明白吗 假如真的是要 改革罪人的话 先有公义的惩罚 才行 根据这个理论 一个已经 生活上改革的 罪人 就不需要再惩罚了 或者一个 不能改革的 没有盼望的人 也不需要惩罚了 所以 撒旦也不需要受罚了 死刑也可以 推翻了 永恒的 惩罚 也没有理由 要存在了 假如 惩罚的 这个目的是改革的话 那这些的 非常的荒谬的 结果 就会成立了 所以改革 改变人的生命 并不是 惩罚的 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 是惩罚的 结果 第三 66页 第三种的理论 就是说 上帝 惩罚罪人 是阻止人 不犯罪 Deterrence 这是在 美国的法律 很通用的一个字 Deterrence 另外一种的理论 他说 今天在 他们的世代 就是1930年代 很普遍的 就是 必须要惩罚罪人 为了要维护 社会的安宁 防止其他人 去犯同样的罪行 毫无疑问的 这种的目标呢 往往在家庭 国家 和在整个世界的 道德管理上 是 有的是会达到的 但是 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上帝施恩 惩罚人的一个 偶发性的结果 阻止人犯罪 肯定不可能是 施惩罚的目的 或者是根据 为了 社会的安宁 去惩罚一个个人 本身一点都没有公义的 事实上 罪人 都是为了他的罪受罚 那 恰恰的刚好 这个是对社会是有好处 这个是伯克福的看法 他说 阻止人犯罪呢 不可以是惩罚的目的 不过 阻止人犯罪 很可能是一个 施了惩罚之后 可能有的 后果 罪人是为了罪受罚的 那 有的时候刚好是 这个对社会有好处 我们在这里必须也说明 没有 任何的惩罚能够达到 这个阻止人犯罪的目的 除非这个惩罚本身 是公义的 正直的是对的 你要阻止人犯罪的话 你那个惩罚必须要是公义的 他能够 劝人不要犯罪 惩罚带来好的后果 只当 很明显的 只当他 只当我们看得见 这个受罚的人 是配受这个惩罚的 这样子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所以 假如这个 这种的第三种的理论 是真的话呢 那 一个犯法的人 可以马上就 释放 不过呢 只是因为 有人可能呢 会被拦阻犯罪 所以他就 做监牢受罚了 本来他就可以释放了吗 或者 一个人可以 可以犯法 是对的 他只需要 只需要承担 惩罚 就好 因为假如 惩罚是为了阻止人犯罪的话 那很多人可以犯法 他只要承担后果 就是了 所以根据这个观点 惩罚本身 不是基于过去 所犯的罪 乃是 展望未来 的可能性 但是按照这种的假设呢 就很难解释 惩罚 一定 导致 罪人 忏悔 回顾他的罪 用忏悔的心 来论罪的 经文呢 有 创世纪 42章 21节 民书记 21章 7节 撒末尔记 上15章 24 25节 撒末尔记 下 12章 13节 24章 10节 以色拉 9章 6节 10节 13节 尼西米 9章 33到35 越伯 7章 21 诗篇 51 1到4 耶利米 3章 25 他说 这些的例子呢 都 还有更多更多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假如惩罚只是阻止人犯罪的话 你怎么解释惩罚呢 一定是导致罪人悔改呢 除非这个惩罚呢 是为了公义的缘故 而不仅仅是为了劝人不犯罪 所以 我们呢 不同意 伯格夫说 我们反对 这个第二种 第三种的理论 为罪的惩罚 一定是 往后看的 就是往那个 已经犯的罪 来看 这个是他的目的 就是说 为了那个过去的罪 是惩罚 虽然 当惩罚施行的时候 可能对个人 对社会都有好处 就是说 我们的伦理 一定要 按照神的公义 跟公义的律法 来定的 那我顺便提一提呢 今天呢 很多的父母亲 教养孩子呢 你不要碰这个 你这样碰你的手指会伤的 我们都是用将来的后果来劝他 不要做不对的事 而很少听到当代的父母亲说 爹地妈咪说的 上帝说你要听话 当他们犯错的时候 他们就说 对孩子们说 say sorry 孩子们就说 sorry 好像台词一样的 我们是不是多一点 要告诉他们 say sorry to Jesus 或者say sorry to God 然后才来跟爹地妈咪 道歉 因为我们很少这种 看到这个公义 神的律法本身 乃是这个 所有的责备 惩罚背后的那个原则 优优独播剧场